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第五人格啦 那今天要來玩一下我們的求生者時間啦 來 繼續來體驗一下我們的求生者 就殺人士基本上一直以為監管者都會被求生者欺負 但是其實發現呢 我們求生者也有被監管者欺負的時候 那我們這次玩的是這個調酒師 隨身攜帶這個酒桶可以調製烈性多服零酒 化險為宜狀態下無法調製或飲用多服零酒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 烈性多服零酒可以在調酒師或隊友受傷時飲用 飲用後進入微釀狀態降低恐懼值 然後多服零酒 條件是攜帶一瓶多服零酒 敵酒的酒精也會使飲用者移動速度提升50%這樣子 然後進酒的話是這些角色沒辦法喝酒 這些角色設計是真的還蠻有趣的喔 好 沒問題 我們每一個是啦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求生者一天 然後監管者一天 然後監管者的地方每次都被打爆 來求生者看一下能不能就是過得比較好一點點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監管者真的要 要能夠就是秀爛很難耶 就真的要玩得很透徹耶 不然真的很容易就直接被弄到不行 心態感覺起來大家心態應該也蠻容易炸裂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還好 但是我知道大家玩這種遊戲如果求勝率很強的話 被那邊一直秀爛或怎麼樣應該會很不爽喔 好了 月亮河公園 來了 真的是現在看到這些板子我也很不爽 你知道嗎 其實你看我現在每天這樣交替的玩 我會覺得這個求生者真的很吉巴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監管者真的很可憐你知道嗎 監管者要找到一個人超級難找 然後找到之後還要各種被那個 溜來溜去 真的很可憐耶 不是我在講 求生者平常就是這樣一直在邊一直 破1密碼 就是有分啦 有些人負責溜鬼有些人負責破1密碼 開開心心的 不過也跟我 也跟我就是比較不會玩有關係啦 因為我玩求生者的時候我被追 我也一樣也是死得很慘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一樣死得很慘 沒什麼 沒什麼相關 我們把他帶遠一點點老哥 不要帶進來喔 他在外面 哈哈哈哈 哎 完了完了完了 這麼早被打到好像不是個好事情 老哥你把他引過來喔 WTF 完了 好像也沒辦法救他 先幫他看他被放哪裡 哎 哇 地下室喔 真的耶 完了 地下室耶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可以先撐到 破1機台在這個吧 他們兩個應該是可以 我先把我這台破掉好了 壓滿救 現在才 現在才三個而已要怎麼壓滿救 沒辦法老哥 好像離太遠了耶 這樣好像會全軍覆沒耶 不該救喔 要去地下室救一個人出來 真的哇 全軍覆沒 完了 不知道這樣好像沒比較好耶 哭啊 真的有時候都不知道蓋 這邊到底該不該救耶 完蛋了 你看這 這怎麼搞 這我去應該也是死吧 完了 哎哎哎老哥 先走先走 完了 完了 那是甚麼鬼東西 子彈阿 完了 白癡喔 阿你要起來了沒喔 他起來了 他起來了 老哥 別在射啦 你這個變態 有人飛了 有人飛了 不是阿 老哥 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 我要被這個 我被這蠟燭打爛啦 我真的好噁心喔 這隻 完了 白癡喔 他怎麼沒有抓我阿 故意放生喔 他先去抓那個擊球手 天阿 沒辦法了 我要降我的酒 降這個還蠻爽的耶 他可以降低自己的恐懼值 真的怎麼那麼難阿 唉呦喂阿 我的天阿 真的該一直破譯耶 我是這樣覺得耶 那不破譯也沒辦法阿 你們知道嗎 因為一直就是一開始有人被抓 然後就趕快去救他好像也不是一個 很好的事情 阿為甚麼別人玩監管者的時候 都可以這麼猛的直接那個阿 直接直接屌爛 屌爛別人 他又要被那個了啦 他又要被那個蠟 蠟燭球 不 好 只剩我一個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要做去找 去找那個地窖 沒錯 哪裡有地窖咧 哇靠 哦呦 不要在那邊一直射啦 老哥 啊 啊 幹嘛啦 哎呦喂阿 這根本人在玩射擊遊戲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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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屁啦 為什麼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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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太慘了吧 哇 哇 玩求生者也是死 玩監管者也是死 再一把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二把的這個 調酒師 其實我覺得調酒師還蠻好玩的耶 他可以就是自己就是治療自己 你知道嗎就是讓自己的那個就是 恐懼直接下降 而且他好像還可以為別人喝酒啦好不好 好 還行 但是如果那個 隊伍裡面有一些就是 不能喝酒的角色的話 很酷 啊 你就沒辦法用 呵 這個還蠻 這個還蠻酷炫的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設計 來 走起 李奧的回憶 剛好在這種拼天雪地就該來喝酒 欸不是喔 為什麼啊 為什麼開始覺得求生者很難贏了各位 監管者太強嘛 剛剛那個蠟燭的那隻好猛欸 一直啵啵啵啵啵啵 一直用你 那這還蠻不錯的 快快快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真的要看一下要不要救欸 就不能真的就是硬去救欸 硬去救感覺會完蛋 然後一開始真的就知道 洗倒那個監管者不要過來 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如果過來我們就玩啦各位 嘿 嘿 喔 有人已經在被追了 完蛋完蛋 加油加油 有沒有一些角色是專屬破譯大師啊 大家可以留言跟人分享一下 回國馬上來練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就是 原地開破遺跡 然後瘋狂破 那種比較適合我 拜託了 求求你 救命 畫完路練師 路頭欸 路頭欸 居然是路頭 好久沒看到路頭了 他會把人家勾過去的啊 最初的這個監管者之一 啊 破完一台 OK 尋找下一台 喔有 那台也好了 連破兩台 這就是蠻好的一個階段 然後我們進去這裏面破這台吧 以前至監管者60秒 大家看到沒 那就是哲平平常的樣子 這被秀爛了我的天 有喔有喔 那邊還有一台 大家加油 路練師還在6嗎 有這種隊友真的是很舒服欸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 讓他在那邊一直狂溜 然後你就可以把剩下的這機台全破一完畢 最好大概就是一個一直溜 然後他快被不行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是 趕快壓機 然後他被打下去的時候 他倒地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就馬上就是 拉滿 然後直接讓他起身 然後監管者就會跟哲平每一次玩監管者一樣 爆跳如雷 好像基本 基本款都是這個樣子喔 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這樣好像就蠻ok的 比較簡單 簡單易懂阿 欸他6很久欸 他那監管者跟哲平一樣等級的喔 沒有他應該比我厲害欸 至少還有打到那個路練師一下 我有時候連一下都打不到 很慘阿 加油加油 加油三分之一 快 完美教訓 GOGOGO 唉唷 他們是兩隻現在在6阿 祭司也過去了 不會只剩我一個人在破1吧 我這邊86了 好 修完 喔有有有有有 那我來開門了 有啦這個 我說真的啦就是 求生者要獲勝還是真的 真的蠻簡單的 畢竟他有四個人 老哥還去怎麼躺啦 應該也沒有一定要強求那個吧 四個一起離開吧 要強求四個一起離開 好像都會蠻辛苦的 有人要去救欸 有人真的要去救欸 路練師 沒沒沒沒事 我先餵他喝酒 老哥要直接走囉 欸真的欸 好啦 走起 這樣就贏了 可以啦好不好 但上一把真的是被虐慘慘 唷唷